那未来如果这一次他还败的话 未来是不是八年 就是国民党就长达16年的时间 没有办法执政 没有办法执政的话 那请问国民党要求何去何从 各位观众大家好 我是有话之说的主讲人张有华 侯友谊民调下滑 究竟国民党想歹戏托棚 还是戏继续唱下去 就说还有戏唱 一个是歹戏托棚 一个是还有戏唱 这个是左右的7月23号 国民党全代会的召开 那现在国民党内部 有人提了四个意见 这四个意见是 第一要不要设立房砖条款 就是说当侯友谊的民调 降到15%的时候 国民党是否要考虑另提人权 那第二 如果侯友谊民调在进行内 未见起色 那7月23号 全代会怎么面对这种惨况 那国民党中央党部 就必须要表示立场 那第三个 就是说国民党内部 就要开始讨论 侯友谊他身为母鸡 要带的小鸡 那这些小鸡 可不可以进行 所谓跨党派的来往 就是说他们不排除 找柯文哲站台 这个时候国民党的党中央 你要怎么处理 那第四个 就是比较重要的是说 如果7月23号以前 侯友谊的民调 真正不行的话 谁来接替侯友谊 现在国民党内部 已经提了这四种建议 第一种建议 就是要不要设立防砖条款 避免侯友谊民调到15%的时候 你国民党需不需要换将 这个问题是非常严重 一旦换将的话 就正如同朱立伦强的 自毁长城 那侯友谊已经表达了 打死不退 但是民调未见起色 那谁来接侯友谊 这个是第一个问题 那第二个问题就是说 歹戏脱棚以后 你还要唱什么戏 让侯友谊可以起始回生 这个是第二个 那第三个 就是区域立委 他们必须要做跨党派的 沟通或者交流 这个时候国民党的意见 这个时候国民党的意见 或者意向 还有他的政策 那是什么 那第四个 谁来取代会友谊 我们可以说 现在国民党面对的危机 叫做家门之变 这个家门之变 如果这个节打不开的话 他未来 还有所谓的夺门之变 夺门之变完了以后 就是选举之变 就是选战之变 现在家门之变 容不容易处理 非常难以处理 因为国民党有很多的小鸡 已经主动的提 这些区域立委和参选人 他们已经主动的提 我要寻求跨党派的资源 就是请柯文哲 帮助他们解决困境 这个是一个 那这个是非常头痛的问题 你跨党派的资源 国民党过去虽然有 但是仅限于监困地区 那现在问题来了 侯友宜带不动这些人 你不能叫这些人自谋深入吧 那国民党怎么处理 这个必然会延烧到 7月23号的全代会 那好 谁来接替侯友宜 现在侯友宜民调那么低 未来任何接手的人 他的民调能不能超过侯友宜 这也是一个问题嘛 谁来接 那接的人 他民调还不如侯友宜 或者只胜侯 只赢过侯友宜 五六个百分点 你还是白搭嘛 所以呢 现在国民党是既有家门之变 外有夺门之变 所谓夺门之变 就是党友 就是郭台铭 讲穿了 郭台铭要不要班师回潮 那郭台铭能够承担重任吗 这个家门之变 夺门之变 选举之变 那选举之变 如果寻求跨党派支持的话 那国民党这个候选人 他要扮演什么样的角色 所以这三大巨变 他说明了一件事 就是说国民党7月23号 还有什么戏要唱下去 还有戏唱吗 改戏托鹏已经不用讲了 就刚刚讲过 就是四个 还有戏唱就是三个 家门博门选举 就是这总共加起来 七个变数困扰着国民党 那你要国民党全代会 怎么解决这个问题 那这些问题确确的说 我可以告诉各位 每一个问题都很难解决 为什么每一个问题都很难解决 我们从侯友宜 5月17号到现在来看 第一个竞选总部 他迟迟不敢开张 虽然有人进驻 虽然侯友宜的心腹 接了国民党的副秘书长张其强 但是真正的重心 他还是放在新北市政府 那从竞选总部迟迟无法开张 你看得出来 侯友宜也在犹豫 那第二个竞选总部的主委 总干事相关后援会 怎么组成 你王金平虽然在7月5号 他答应让侯友宜成立一个 侯友宜立委的后援会 但是各位来看 6月22号到7月5号 他还有一段时间 如果民调直直落 这个后援会需要什么 我只是讲一个极端的例子 各位不要 不要说不可以这样子讲侯友宜 不是 我的意思是说 如果民调直直落 已经到了防砖条款15% 比红袖柱还要差的时候 那国民党的家门之变 避起家门之变 避起多门之变 随后而来 最重要选举之变也来了 从这一些我们就可以看得到 现在烦恼的不止是侯友宜 包含深蓝群众 包含蓝云支持者 那更重要 包含党中央现在已经束手无策 不知道怎么处理这些问题 七个变数同时发生的话 国民党选得下去吗 还有戏要唱吗 唱得下去 纵然他想唱 那观众领不领情 就是选民领不领情 那这一些问题就可以说明 家门之变是重中之重 家门之变处理不了 夺门之变就来 夺门之变一来 选举之变一来 国民党必然会面对 2019年的状况 那至少2019年 国民党还可以独目支撑 但是到了2024年 国民党能不能独目支撑 因为他这个变数 比韩国瑜时代还要多 那你尤其是 这一些所谓的地方猪头 或者韩戏也好 国粉也好 不管怎么样 他们都在静观已变 静观已变的情势下 那当然会影响到 侯友宜的声势 那我讲过 没有庆祝行情 没有选举行情 也没有造势行情的时候 加上七个变数 请问朱立伦 如何处理这头痛的问题 因为毕竟2020年 是国民党接近 重夺执政权 最敏感的时刻 居然发生了这些事 那未来 如果这一次他还败的话 未来是不是八年 就是国民党就长达 16年的时间 没有办法执政 没有办法执政的话 那请问国民党要何去何从 这个问题值得朱立伦 连赞马英九等人 好好的思考 哦 哎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